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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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位同修 大家 上午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我们 读到太上感应篇 后面 这些 经文 也特别 重要 特别提醒我们 就是 就是 胡心起于善 善虽未为 而疾神已随之 握心起于恶 恶虽未为 而凶神已随之 这个 两句 就是说明 我们在六道 里面的凡夫 都会有念头 这个 念就是我们 生口益三叶 这个益 起心动念 这个 这个意念 有三种 善 恶 无忌 无忌就是 不善不恶 那么 如果 自私自利 起了 损人利己这样的心 那就是恶念 如果 为公 为大家 这个是善心 所以 我们 一般人 觉得 我如果 为大家 不为我自己 我不就吃亏了吗 这个 念头 就是自私自利 的心理 这个是 恶念 那么善念 就是 念念 为大家 作响 为 家人 为 社会 为国家 乃至 为整个世界 天下人所想 这个是善念 所以 早上我们 聆听 蔡老师 讲解的 情书制药 在这个 课程里面也讲到 君子卢 小人卢 小人卢 就是 读圣贤书 那么他 只是想 求一个一官半子 功名利路 这是小人卢 君子卢就是 修身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为整个天下 希望天下的人多好 在这个 礼记上讲 世界大同 那如果说 为我一个人 的利益 或者为我 一家人的利益 为我这个国家的利益 那这个都是属于私心 应该 为 全世界的人 莫苦力 这样 世界 才能 大同 这个就是 个人 发的愿 这个 鲁家讲 立志 在佛家讲 发愿 你看 这个 佛门 佛菩萨 发的愿 都是大愿 四弘四愿 那么四弘四愿 都是为 近虚空 聘法界一切做的 我们修净土 大家都很熟悉的 阿弥陀佛在因地 他还是比丘的身份 在四自在亡 佛难以发了四十八大愿 药师如来 发了十二个大愿 观世音菩萨 发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的大愿 地藏菩萨 发地义不空 事不存果 的大愿 那么必定是佛菩萨 他发的愿才圆满 这个力志才圆满 那儒家呢 只讲到人天 这个志 那佛呢 只讲 近虚空并法界 十方四界 为十方四界一切众生 立这个大愿 这个信量啊 就无量无边了 那什么问题也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乱 都是自私之理 那每一个人 都是为自己 每一个国家 都是为自己 这个国家 只要我这个国家得到利益 那我就不惜 去损害别人的国家 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你真我夺 天下大乱 天灾人祸也都 不断的化身 那么今天 上我看的报纸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 也提出来 这个新冠状病毒啊 可能不会消失的 那么会演变 变成 这个 像流行感冒怎样 那么这个病毒啊 实在讲啊 如果套回记忆 西方 宗教讲的 是 上帝啊 在 惩罚世人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啊 心都不好 造恶也多 修缠的少 因此啊 有这个灾难的发生 但是我们看看 现在地球上人类 那么有没有 回头 反省 忏悔 改过 我们看到啊 这些 各国的领导人啊 带头 没有 不但没有 而且 还互相啊 甩锅 互相 推系责任 那这个 我们想想 那这个灾难 可能化解吗 从我们 佛教的因果论 从道教的因果论 儒教的因果论 来看 做善降之百想 做不善降之百样 这是儒家讲的 那道家讲啊 善有三宝 恶有二宝 那佛家讲啊 三四 因果 那么从这个因果观来看 大家想一想 这个世界 会有前途吗 这个 答案啊 就非常肯定了 如果人类 不知道回头 不知道反省 不知道改过 那不断继续造恶业 而且变本加厉的造恶业 那必定啊 那必定啊 感得 天灾人缝 不断的发生 那这个是 必然的 那么我们 也无能力 去扭转这个 大家的供业 我们 只能从自己做起 供业当中有别业 我们自己 修好了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 回向给这个世界上 一切苦难众生 我们自己 断恶修善 我们念佛 通通可以回向 那么 辛其善 吉神就 马上感应 辛其恶念 不正当的念头 那马上感应到凶神 我们念佛人 那么辛其佛念 我们六道凡夫 不可能没有念头 都有念头 真正无念 佛菩萨 我们一定有念头 那么对一般来讲 你要起善念 不要起恶念 起恶念 跟善恶道感应 起善念 跟善善道感应 那我们修净土 就是起佛念 那跟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感应 所以 我们念佛人 叫做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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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六道当中的善恶业 叫敬善 叫敬善 纯净 纯善 这句佛号 这个佛念 它是纯净 纯善 念佛的方便 就是我们做不到无念 但是我们用一个阿弥陀佛之一念 来代替所有的妄念 包括二念 三念 无忌念 所有的念 我们念一句佛号 起一个佛念 我们就跟佛相应 这是无比的殊胜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 对念佛人来讲 我们就起佛念 这是最殊胜 最究竟 最圆满的 纯净 纯善的念头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珍赏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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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